前一世 我好心给假千金压一考题 可假千金转头就举报我靠出卖身体提前知道考题 我被全网网报 可当我拿出证据真相大白时 假千金却自杀了 他留下一书 我只是想这个世界公平一些 有什么错 为此 我的竹马未婚夫和顶流顾宴里都认为 是我害死了他们心目中温柔善良的小白花 恨惨了我 他们想方设法在行业封杀我 最后联合将我送到金主床上被折磨致死 再睁眼 回到他找我压题的那日 我笑得人处无害的 把前世折磨我致死的金主的联系方式 写在纸上推给他 好妹妹 这次考试估计是近几年最难的 你还是提前找找门路吧 一 我是学校钢琴专业的第一人 荣获无数大奖 被誉为最有潜力的钢琴天才 我家还有一个假千金顾卵卵 是哥哥顾宴里在外面资助的女孩 后面领养到家里来了 她钢琴水平很一般 但是她的嘴巴很乖 每次都屁颠屁颠地跟在我的后面 叭叭地喊着 姐姐 而我的亲哥也护着她 冉冉 她很可怜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要让着她 知道吗 强者要保护弱者 我觉得她是兔丝花 所以一路考试的时候 都让她跟在我后面蹭惊艳 蹭奖牌 然后好心给她压一题考试 反复冤枉和迫害 很好 提我不压了 人都愣得给我去死 二 下课铃声响起 同学们就簇拥到我边上来了 冉冉 你每次压题都特别准 这次你压的什么曲子 赶快告诉我们呗 女神上次多亏了你 我考试才过 我妈给我奖励了三万块钱 我真的太爱你 学霸 这次透露一点点信息给我们吧 这次我依旧很大方 写出了十首曲子 笑颖引道 不出意外 应该在这十首曲子里面 同学们如获之宝 记录下来就回去练习了 这就好像考试前 签订的考试范围一样 正常情况下去练习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一贯被我精准压题的假千金 自然是不满意 这么大的范围 等人走后就开始和我撒娇 我的好姐姐 这十首曲子太多了 你再给我精确一下嘛 最好只要一首 前世我给他精确道理一首 然后把自己也交代上了 这一次 我微微一笑拿出了变尖纸 在上面写下了 前世折磨我至死的金主联系方式 好妹妹 这次考试 估计是近几年最难的 你还是提前找找门路吧 刚刚那十首都是我随便写的 反正他们的基础都可以 怎么也能过 多练习总是好的 但是你不同了 这次估计悬了 给你介绍的这位 是很厉害的大人物 一考对于他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希望妹妹能成功 说的温柔又贴心 固软软的眼里 浮现了纠结之色 我缓缓地补充道 我们一家都是学霸天才 要是妹妹这次过步了 爸妈或许会觉得很丢人吧 固软软抬起头 义正辞言道 我才不会走后门呢 我会用实力证明我自己的 我随手就把便利贴 丢到了垃圾桶 那我真是误会妹妹了 加油哦 说完我转身就出了教室 躲在教室门口 看着他鬼鬼祟祟的捡起垃圾 我勾唇冷笑了声 垃圾桶里的东西就是比较香 三 平时放学我和固软软 都是一起回家 这次一放学 固软软淋着书包就消失了 我则是回到家 就把自己关在了钢琴房里 能再次抚摸上钢琴 让我热泪盈眶 前世变态的金主 为了让我听话 活生生地把我指甲全部拔掉 食指连心 痛得我晕厥过去了 一桶桶的冰水把我浇醒 变态金主说 我是被顾燕里和未婚夫联手送过来的 是他的所有物了 包括我睡觉的时间都是属于他的 要是我敢私自睡觉 就把我的脚趾甲一个个拔下来 真是变态呀 和我顾燕里还有未婚夫一样变态 他们都该死 晚上吃饭的时候 顾软软还没有回来 顾燕里急切地询问 然然 软软怎么还没有回来 我低垂着眸子 掩饰眸子里的滔天恨意 这就是和我血脉相连 喊了二十几年的哥哥 为了一个女人 就把亲妹妹送上了恶魔的床 让她在地狱里求生 不能求死不得 不知道 顾燕里眉头微醋 不悦道 她是你妹妹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她胆子很小 性格又温柔 很容易在外面被人欺负的 叫你多保护她你怎么回事 我抬眸对上她的视线 直笑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你亲妹妹 我才是领养来的呢 她是个成年人 腿长在她身上 一放学她就不见了 我未必要跟着呀 再说了我就比她大三天 我也是个女孩子 遇到危险了 我能怎么保护她 还是说哥哥觉得 我该替她去死才应该呀 顾燕里眼里闪过了惊恶之色 平时我对她都是很尊重的 哪怕就算不高兴 也都是顺着她话来的 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和她说话 就连爸妈都反应了过来 然然 你哥哥是不是欺负你了 何止欺负我呀 还要了我的命 顾燕里脸上浮现尴尬之色 解释道 可能是我不小心 哪里得罪然然了吧 你说要怎么才原谅我 想让她死 行吗 我收敛神色 淡淡道 别在我练习钢琴的时候 再来骚扰我就行了 爸爸皱眉道 怎么回事 顾燕里刚想开口 我便道 明明知道过几天我就要一考了 哥哥还总是要来琴房找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哥哥是故意想让我 把第一名让给别人呢 前世 但凡是我和顾软软单独比赛的时候 他总会过来扰乱我弹琴 以前我不懂 以为他是想和我玩 还特别雀跃 不过死了一次后 便清楚地明白了 他只是想让我考得差一些 废物就是废物 四 刚洗完澡 房门就被顾软软敲响了 开口就是质问 你不是说给我介绍的那个人 很厉害的吗 一考就是小菜一碟 我去问他了 他根本就不是监考老师 压根就不知道考的曲子 我吃笑了声 你不是说你坚决不走后门的吗 顾软软有些心虚道 我反正没事就顺路去看了看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随手擦拭着头发 懒洋洋道 顾软软你格局小了 我都说了 那人很厉害 你就以为他是监考老师 监考老师也就考试的时候有点用 在外头都不够看的 我介绍的这个人是真正的资本大佬 被大佬看中了 还考什么事 鱼跃龙门 直接在娱乐圈发光发热 顶流出道不香吗 顾软软有些心动了 手开始拧着裙摆 嘴上却还是反驳 没有实力 被大佬看中了也没有用 我微微一笑 给他加上最后一把火 世界上优秀的人何其多 但是机会有多少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 他这下子彻底心动了 眼底已经染上了贪婪之色 临走之前 他还此地无银三百两道 我才不会做那种人呢 我会用实力证明我有多优秀的 我勾了勾唇 但笑不语 这次一考 我又未免了第一 报纸媒体上都是我比赛时的视频 校门口也挂着我名字的横幅 同学们纷纷簇拥着我 脸上全都是热情洋溢的笑容 然然 以后你就是唯一的姐了 你说考试范围在十首曲子里面 果然就在 废话 也不看看 前世顾软软拿着我的题目 顺利的过了一考 然后栽赃陷害我 可是这一次没有了我的压体 他一考压根没有过 也是全班唯一一个没有过的 于是酸溜溜道 姐姐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题目了 不然为什么每次都猜对 还没有等我说话 同学们就开始帮腔了 顾软软同学 你要不要听你在说什么 要是你每天也跟着 然然练习曲子十个小时以上 能把书上所有曲子 都倒背如流的话 你也能有绝对音感 也能压体成功 呵 别说练习曲子十个小时了 就是上个课他都坐不稳 下课就屁颠屁颠的 和男生打情骂俏去了 哪有心情练习曲子啊 咋地呀 游戏打不赢 不反省自己菜 怀疑别人开挂 真是笑话 五 你们够了 门口响起了宋简博 带着几分冷意的声音 他大不留心的走到我的面前 愤怒道 顾软软 你怎么可以任由同学们 欺负软软呢 你快和他道歉 让他原谅你 这事我就不计较了 我懒洋洋的靠着椅背 失笑出声 宋简博 你是不是有病 有病就去医院 宋简博皱眉道 你怎么和我说话的 这么没有教养 小心我回去告诉叔叔阿姨 让他们好好教你规矩 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抡起手就往他脸上挥去 宋简博你搞清楚 这才是我的没教养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 真以为是我的未婚夫 就了不起了 还对着我指手画脚 要不是我你的小三妈 能站稳脚跟 你这个私生子 能进宋家门 去告诉我爸妈的时候 别忘记了告诉他们 你和顾软软 联手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刚刚还气势十足的宋简博 顿时心虚了 捂着脸解释道 然然 你误会了 我只是把软软当亲妹妹看 我吃笑了声 我记得你有个亲妹妹 你会和他亲吻的那种吗 手还往他衣服里面伸吗 还发信息撩骚吗 同学们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都知道 顾软软和宋简博 关系还不错 但不知道 他们私底下已经玩得这么花了 当然 他们两个在学校 是不敢这么嚣张的 一般都是在电影院 公园 至于信息吗 是上一世宋简博 把我送给大金主的时候 在路上后说的 还说了 他和顾软软在一起购合的事情 其中包括带着顾燕里 关系混乱又恶心 他们却把这当成可以怀念 又或者是炫耀的资本 顾软软顿时脸颊涨得通红 故意拔高声音 掩饰心虚道 姐姐你在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随手从宋简博的口袋里 拿出手机 讥笑道 我打开他们聊天框 给大家看看 应该还有些劲爆的照片 话还没有说完 宋简博就一把抢过了手机 猛地往地上摔去 别冤枉我 我和软软是正常关系 本来他不摔 大家还觉得没什么 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后 大家都默认 他们有什么了 我目光看向了固软软的口袋 他急忙捂住手机道 我 我还有事 说完他也一溜烟地跑掉了 宋简博也顶着一张扫红的脸 灰溜溜的出教室 顿时 教室里响起了哄堂大笑声 刚刚本来是框他的 没有想到 他自己居然这么怂 我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这送上门的证据 不要白不要 六 花了点钱 就拿到了宋简博手机里的私密信息 还有照片 聊天内容突破了我的想象 完全没有下线 这视频要是暴露出去 他们肯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还不够 我要一招致命 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晚上吃饭的时候 爸妈得知了我第一名的消息 特别高兴 然然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妈妈失望 上次你不是说 想要一辆跑车吗 明天妈妈就陪你去买 顾艳里和顾软软眼里 都露出了极度和艳羡之色 爸妈并没有重男轻女 因为是商人 所以更看重我们本身的优秀 这能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利益和面子 我轻笑道 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要爸爸的作家 爸爸挑眉一笑 宠溺道 你倒是眼光好的 会挑好东西 我娇笑道 谢谢爸爸 太爱你了 然后洋装无意道 爸妈你们也要多关心关心妹妹 这次一考 全班就她一个人没有过 爸妈眉头立刻猝了起来 瞪着顾软软 你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考试 你都考不过 真的太让我们丢脸了 顾软软咬着嘴唇 找着借口 那天我刚好肚子有些疼 发挥不正常 妈妈瞥了她一眼 讥笑道 那还真是巧了 然然为什么不肚子疼 你们吃的可是一样的东西 顾软软脸色一白 低下了头 顾燕里心中不忍 狠狠瞪了我一眼 就是一场一考而已 下次再考好就是了 我勾唇冷笑 看着顾软软眼里流露出的不甘 还有贪婪 便知道没有下次了 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打败我了 果然 凌晨的时候 顾软软穿着奇豚短裙 还有黑丝高跟 偷偷摸摸的从后门出去了 直接上了一辆商务车 扬长而去 老鼠就是老鼠 总是喜欢偷偷摸摸 上不了台面 她上的车我也一场熟悉 就是前世的变态金主 恭喜顾软软正式踏进了地狱大门 气 顾软软伺候的变态金主不错 所以清早的报纸上面 全都刊登着顾软软的照片 被誉为钢琴界的天才少女 有个著名的钢琴大家 大肆宣扬她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并主动招收她为徒 不少钢琴师也纷纷点赞并且转发 邀请她去当钢琴演奏会的特邀嘉宾 这份殊荣震惊国内外 一时之间 顾软软风头无二 直接碾压了我一考第一的称号 中午的时候 顾软软的横幅也挂到了校门口 她占据左边 我占据右边 顾软软特地拍照发了朋友圈 配文 曾经我以学校为荣 以后学校以我为荣 同学们在下面阴阳怪气 全班唯一没有过的一考生 学校确实要以你为荣 顾软软同学 你又勾搭到哪位大佬了 他们眼睛就这么瞎了吗 我偶像居然点名 要收你当关门弟子 以后就是前偶像了 笑死 邀请你当嘉宾 他们知道你连肖帮曲子都谈不好吗 凭借一己之力 毁了半个钢琴圈 你是好样的 顾软软山评论发现根本扇不过来 于是在下面评论了句 心怀宝藏 总有恶狼 结果被骂得更多了 于是他开始扇好友了 我默默地在下面点了个赞 要是变态金主换个正常的同学跑 大家或许会极度羡慕 但反应不会这么大 因为都是有些实力底子的 将来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 但顾软软连一考都没有过 同学们也都知道他的水平 这事就连学校老师们都见没了 看着顾软软的眼神都十分复杂 不过当事人顾软软浑然不觉 还以为大家都是羡慕他呢 以往在学校里还以若试人 妥妥的白莲花 如今却好像成为牡丹花 他花开后摆花沙 公开和宋简博牵手 吃饭还有接吻 校门口西洋下 宋简博把他压在豪车边低头亲吻 抛开事实不谈 他们两个还真的挺般配的 哈哈抛开事实不谈 那谈棉花吗 顾软软精选 都是人渣败类 谢谢他帮我避雷 门口有很多人路过 看着这场面纷纷议论 我默默地掏出了手机 又不是每天都会送上门来 当然要拍照记录了 回到家后 顾软软更是趾高气扬了起来 顾燕里亲自帮他乘饭 言语之间全都是夸赞 软软 今天大街小巷的报纸都是你 说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钢琴天才 我就知道金子一定会发光的 妈妈也一改昨天的嘲讽 笑隐隐地给他夹菜 是啊 我家软软就是棒 今天还有几位老板特地和我聊了你 说你前途不可限量啊 爸爸笑得宠溺 想要什么礼物 和爸爸说 顾软软抬着下巴看向我 挑衅又嚣张 我想要爸爸的坐驾 爸妈一愣 脸上浮现了犹豫之色 毕竟昨天他们才答应我的 我轻轻一笑 没关系 妹妹难得这么有出息 自然是要满足妹妹了 爸爸车子就让给他吧 我选个靠海的别墅 爸爸松了一口气 笑着点头 好 爸爸给你挑个最好的 他的车在之前也就几百万 但是海边别墅最少几千万 赚了 顾软软浑然不知 这一切都是我下的套 还一脸嘚瑟 笑死 他的所有智商都用在男人身上了 爸 顾燕里去年拍的电视剧大火了 从三线一跃成了一线 粉丝群体众多 他开始带着顾软软营业了 勇闯娱乐圈 他确认参演了当下最火的一部仙侠剧 并担任女主角 他出道的起点非常高 被粉丝誉为娱乐圈真公主 又开始打造各种励志人设 粉丝直接破了千万 一起绝尘当红小花 参加采访的时候 还不忘压采我 我有个姐姐 但不太喜欢我 也很喜欢和同学联合一起孤立我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很幸运我有个好哥哥 他总会陪在我旁边 告诉我没有错 也许只有很努力 很优秀了 或许姐姐才会对我好吧 瞬间就上了热搜 警号固软软 亲姐带头校园霸凌警号 警号霸凌姐是谁 这么好的女孩子居然都吓得了手 警号 警号固软软姐姐滚出来道歉 警号 固软软立刻发长文给我解释 说大家误会我了 不要大家不去打扰我 呵 笑死 怕网友发现他在骗人 就及时调转风向 也更好的树立人设 我没有搭理他 而是报名了肖邦国际音乐比赛 琴者应该站在最高最大的舞台上 表现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拿到了比赛的邀请函 然后发了第一条微博 辛苦练琴十八载 只为今朝 同学们纷纷点赞转发 就连学校都把这条置顶了 官网也转发并点赞了 这波热搜 直接压过了顾软软和顾燕里一起演的仙侠剧 警号钢琴界的天才少女 顾然然 警号 警号肖邦国际音乐比赛 全球钢琴最权威比赛 警号 警号固然然为国争光 真正的偶像明星 警号 不就是个钢琴比赛吗 至于这么吹 还是说我过了寡闻了 楼上的给你们科普一下 肖邦国际音乐比赛 是全球钢琴最权威的比赛 堪比医学界的柳叶刀 文学界的诺贝尔 卧槽 这么厉害呀 膜拜大佬 查了他的资料 从小优秀长大的 不管大小比赛都是第一名 而且他还是所有参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这种名额 国内也就顶尖钢琴家能拿到 哎 之前不是传言顾软软也是天才钢琴家吗 他没有拿到参赛资格呀 顾软软就是被资本捧起来的 我有朋友和他一个学校 说他一考都没有通过算什么天才呀 就比业余的厉害一点 就 正在我看评论的时候 顾燕里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然然 你赶快上网给妹妹辟谣一下 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软软弹钢琴很厉害 和你不相上下 我讥笑了一声 好啊 我再和别人说我的钢琴是他教的 他现在只是手受伤了 怎么样 顾燕里惊喜道 真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冷笑 不是你自己先开玩笑的吗 顾燕里有些气急败坏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软软是你的妹妹 你就忍心她被网爆 我卖悠悠道 那她之前污蔑我欺凌她 让大众网爆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呢 顾燕里有些不耐烦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呢 就不能心胸宽广一些 我嘲讽道 你怎么不去乐山让大佛起开 你去做呢 顾燕里语气威胁道 然然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冷哼了声 意味深长道 好啊 我看谁不是好歹 半个小时 我又上热搜了 顾燕里承认顾燕软软校园霸凌 顾燕一手好牌打成烂牌 顾燕燕 顾燕 人品败坏 还能为国争光吗 顾燕燕 顾燕 这波热搜来得铺天盖地 有了顾燕里的亲口承认 顾燕软软的视频采访 再加上一些截取的照片 就实锤了 之前多少人夸赞我 如今就有多少人骂我 天哪 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 为什么要欺负自己的妹妹 果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顾燕燕表面装得风光际月的 实际上这么恶毒 有钱有事就是了不起 瞧不起普通人呗 他不会真的以为他很优秀 很了不起吧 我觉得他长得好丑 看着就想吐 等着舆论发酵得差不多了 我就把顾燕里 刚刚给我打的电话录音上传了 还贴心地配上文字 同学和老师们也自发地给我解释 上传照片还有各种视频 证明我的清白 瞬间舆论风向全部都倒戈了 纷纷去顾燕里的微博下面骂 事情闹得很大 最后顾燕里和顾软软同时发声名道歉 表示他们都是被剪辑害了 说欺凌顾软软的人也不是我 可已经晚了 利用无辜善良的粉丝们充当柜子手 让他们深深地觉得被欺骗了 不少粉丝都脱粉回彩 一时间他们的代言和商演都被搁置了 公司也暂时停了他们的活动 其他艺人自然是瓜分他们的蛋糕 还想当顶流 门都没有 10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全球直播 我一路上过关斩将 在鲜花和掌声中拿到冠军 我是所有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 台风却不输给任何一位大将 前世的擦肩而过 这一世的志在必得 接受联合国邀约演讲时候 我全程流利的英文 还有铿锵有利的话语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属于我们大国的风范 我们年轻人已经接过了先辈手中的旗帜 让他在国外依旧先红闪亮 爸妈特地包机来接我 机场门口乌泱泱的全部都是我的粉丝 手里还拿着闪亮的红旗 锦号固然染回国 国民偶像锦号 锦号销帮国际钢琴大赛 冠军固然染锦号 锦号联合国演讲 少年强泽国强 锦号 晚上顾燕里和顾软软也从剧组中请假回来吃饭 这次我坐在主位 爸妈殷切地给我夹着菜 而且还宣布奖励我公司20%的原始股 这价值便是百亿 顾燕里第一次面部表情失控 极度的脸都有些争鸣了 顾软软立刻开口 爸爸妈妈 这会不会太冲动了 哥哥都没有股票 姐姐有这么多股票 爸妈相视一笑 这也是经过董事会商量决定的 以后燕燕就做集团代言人 这些天股票涨失凶猛 好几个国外的公司也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唯一的要求就是想要一张燕燕的签名照 妈妈赞许地看着我 燕燕有空了跟着我们去公司看看 早些熟悉环境也是好的 要说开始是暗示的话 那现在就是明示了 顾燕里双手握拳 强压着内心的愤怒 爸爸妈妈 我也想去公司 爸爸直接拒绝 你在娱乐圈待得好好的 就在那里发展吧 顾软软没忍住 哪有集团公司给女孩子继承的呀 爸妈 话还没说完 妈妈就冷着脸打断道 我们家不中男轻女 谁有能力谁就上 我勾唇朝着顾燕里和顾软软挑衅一笑 如今他们俩加起来分量都没有我中 我开始参加董事会的会议 虽然是空降的 但是大家对我都特别热情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书败神神 宋简博对我不好的事 他们便就为我打抱不平了 觉得他是癞蛤蟆 吃到了天鹅肉还不珍惜 便纷纷开始打压宋氏集团了 宋简博被爸妈一顿责骂后 便收了他的权利 顾燕里和顾软软拍摄到一半的剧 因为资金不足暂停了下来 顾燕里以前还能拿到家里的投资 可是自从我进公司后 他的一切项目合作 我全部一刀切了 他如今看到我气得咬牙切齿 但没有任何办法 十一 我刚准备去学校 迎面就撞到了刚回家的顾软软 他眼神里满是红血丝 浑身都写满了疲惫之色 大夏天的却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 不经意的抬手露出了手腕上的瘀青 变态金主如今玩的倒是还很收敛嘛 我似笑非笑道 顾软软怎么这么疲惫啊 去组不都停工了吗 顾软软神色愿独到 下午就开工了 姐姐你不用高兴那么早 结局最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我笑得耐人寻味道 是吗 那真的很期待呢 说完后我就开了辆豪车 扬长而去 从后视镜里看到他气得直跺脚 顾燕里和顾软软主演的仙侠剧 又正式开工了 说拿到了六个亿的投资 只为打造最好的仙侠剧 又花了大价钱洗白了顾燕里和顾软软 开始发布他们拍戏时的甜蜜CP 这种围骨磕 让粉丝们很有禁忌的感觉 开始磕了起来 特别是水下的一场吻戏 唯美的不行 热搜又炸了 景号唯美禁忌链 顾燕里顾软软锦号 演员看演技就可以了呀 干嘛那么吹毛求疵 再说了 他们都解释了是误会 9494 当得知他们真是伪兄妹的时候 我就疯狂地磕了起来 这导演是会选角色的 哦哦哦 看花絮我就合而猛动了 快放正片 这下子顾软软又找到了自信心 开始飘了起来 顾燕里更是在我面前放下了豪言壮语 顾燕 我会拿回本属于我的一切 我吃笑出声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你混得再厉害也就是个演戏的 顾燕里瞬间脸红脖子粗 顾软软的脸色也极为难看 因为他们终于发现 我和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赛道的 从最开始他们就输了 顾软软眼神阴冷地注视着我 直接撕破脸皮道 姐姐你会后悔的 我勾成一笑 挑衅道 真是让人迫不及待呀 他们翻来覆去就是舆论造谣 这次造谣我和变态金主有关系 一考满分都是暗箱操作 包括后面的各类大奖 又举出了每次压题我都很准的例子 不知情的人很容易被水军带节奏 我最新的微博评论了十几万 全部是求真相的 前世我就是被这污蔑毁了余生 这次我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微博发文 实名举报周氏集团总裁周建华非法集资 虚假报税故意伤人重伤 并且与多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 晒出了各种证据 其中还有顾软软坐在她腿上用嘴喂酒的照片 顿时全往一片哗然 这么刺激的吗 卧槽 刚刚还差点怀疑她真的和金主有什么关系呢 谁敢前规则她呀 是真千金赴三代 钢琴又那么牛逼 讲真的多觉得没有男人配得上这位姐 顾软软的男朋友 不是宋氏集团的继承人宋简博吗 这是他从顾软软手里抢来的 然后又和自己哥哥顾艳离炒CP 最后为金主喝酒 这才是真的时间管理大师吧 讲真的顾软软出本书吧 我挺想看的 12 变态金主被请进去喝茶调查了 实锤在身肯定是要进去坐牢的 至于多久那就不一定了 顾软软和顾艳离的仙侠剧都已经杀青了 可结果现在他们都黑料缠身 只能全部AI换脸了 如今他们只能躲在家里 大门都不敢出 爸爸气得给了顾软软好几巴掌 都想把他撵出门断绝关系了 但是顾艳离苦苦哀求 妈妈心软便原谅了这一次 宋简博火急火燎的过来劝顾软软 你别担心 这是很快就会过去的 没人会记得的 我从楼上下来看热闹 是笑道 宋简博你还真是绝世大舔狗 全世界都知道你戴绿帽子了 你不但不生气 还360度无死角的舔 宋简博怒气冲冲的走到我的面前 双手握拳恶狠狠道 顾软软你怎么这么恶毒 现在回了软软就开心了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居然会和你这种人订婚 我笑得懒洋洋道 怎么抢了我的台词呢 又瞥了顾艳离和顾软软一眼 慢悠悠的补充道 既然你们三个都来了 那我再送你们一份大礼 说完掏出手机 登陆小号把他们三人型的视频 发到微博上 再用大号点赞 早已经等候的水军 开始疯狂地刷屏 做完这一切后 我勾唇一笑 挑衅又轻蔑道 看看微博 这份大礼你们满不满意 顾软软率先拿出手机看 然后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啊 他们也紧随其后 掏出手机看了起来 顿时脸上和调色盘一样 亲子交错 宋简博反应过来 这视频是从他手机里流出来的 怒火攻心伸手就想掐死我 我动作更快 一脚直接踹在了他的裤裆 别墅里再次响起了 痛彻心扉的尖叫声 救命 顾燕李看着边上面 如死灰的顾软软 也气疯了上来想要打我 就在我准备 掏出口袋里的电机棒时 身后响起了爸妈的怒吼声 顾燕李 你给我住手 可是已经愤怒上头的顾燕李 压根听不到 伸手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爸爸拿起花瓶 就砸到了顾燕李的脑袋上 瞬间他额头鲜血就溢出来了 但是顾燕李掐着我的手 还是没有松开 双目星红道 我要给软软报仇 我要杀了他 他毁了软软 妈妈看着我开始翻白眼的时候 一脚就踹到了顾燕李的下面 不愧是我妈 手段和我一样 顾燕李终于松开了我的手 也痛苦地蜷缩在了地上 爸爸气得狠狠地踹了他几脚 老子生了你这个白眼狼 自己的妹妹都赶下狠手 妈妈抱着我在怀里安慰 冉冉别怕 爸爸妈妈来了 没有人在欺负你了 13 在看到网上的视频后 爸爸直接登报 解除了和顾燕李的关系 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出去 还宣布了我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当上继承人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针对宋氏集团 不仅抢他们的客户 还抢项目 钱可以亏 但是宋氏集团必须倒闭 宋简博那一脚被我踹得太猛了 下面已经废了 但他也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跪在我面前和我道歉 然然 前世是我对不起你 现在你也毁了我 算是扯平了 放过宋氏集团吧 我弯腰俯视着他 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 笑得自一又张扬 我可等了很久了 不然我还真不好意思吓死手啊 听说过礼尚往来吗 你之前让我生不如死 如今才是刚刚开始呢 我们的仇恨至死方休 说完我转身就走 宋简博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匕首朝着我就扎来 神色猙獰恶毒道 既然如此 你就去给我死吧 他的匕首划伤我的那一刻 藏在书后面的保镖也出现了 一脚直接踹在了他的肾上面 然后反复的碾压 他疼晕了过去 肾衰竭 需要换肾 宋简博的小三妈妈来找我 我拿出了监控视频 是他先动手的 而且我也受伤了 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 我还放出话来 我想要对付的人是宋简博 你是个聪明人 宋简博的妈妈 听懂话语里的意思了 直接放弃了宋简博 公开宣布了和他断绝关系 然后和宋简博爸爸 卖掉了宋氏集团去国外了 好歹还能一辈子衣食无用 只是可怜了宋简博 从堂堂的富二代 天之骄子 沦为了现在大街上的流浪汉 时不时的 还被其他流浪汉驱逐 殴打 最后因为没有钱换事 活活的疼死了 顾燕里运气好一些 妈妈那一脚还是收敛了 他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但面临着天价的违约金 他之前赚的钱 根本就不够还 被强制执行了 还成为老赖 他想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有哪个老板敢用它 最后他只得沦落为打零工 顾软软从小挤抑食惯了 根本就受不了苦 开始抱怨着生活了 最后他们双双下海了 谁不愿意体验一下 曾经的顶流和花旦呢 我报警有人聚众淫晦 他们全部都被抓了起来 只被判刑了二年 但已经足够毁掉他们了 十四 出狱后的顾燕里 从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到如今的胆小如鼠 勾搂着身体宛如垂目的老人 最终迷上了赌博 被人五马分尸丢在了大街上 顾软软出意后当了小三 总是被原配暴打 偶尔在街上遇到了 会扒拉他的衣服游行 最终他一头撞向了大卡车 被碾成了碎末 至于变态金主 当初他得罪的仇家可不少 粗略地算了一下 至少五方势力都找人进去照顾他了 被判刑了十七年 但是待了三年就出来了 因为疯了 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可是我的主场了 余生的每一天 他都活在地狱里 而我 此后的每一天 都是愉快又浪漫的